《五代群雄》 《五代群雄》 兵变不断 战乱连绵 在这样风烟弥漫之中 历史的车轮 进入了一个混沌模糊的谜团当中 一场宴会 使得昔日的战友成为了仇敌 两大军事集团的斗争 从此拉开了序幕 他们的争霸 将对这一时期的政治格局 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那么这两大军事集团的首领究竟是谁 在不断更替的过程中 又有哪些值得深思的事件 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卧史通鉴》 随唐五代篇 上一集我们说 在公元907年 朱温 许代堂建立了大梁 我们称之为后梁的 这个所谓大梁 实际上没有一天得到安定 什么原因呢 第一 他的创始者朱温 一直在进行 铲除周边格局势力的战争 实际上也在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势力 另外一方面呢 他受到来自于 现在山西中部和北部 一个强大势力的不断地压制 或者说感受到那一代的压力 那么这一代的压力 是由李克用造成的 李克用是唐朝的沙托人 本姓朱渊 那么齐先呢 是活动在我们现在新疆的北疆地区 到了唐朝初期的时候 整个家族内附 由于他们那个家族 原来居住的地方 递进沙漠 所以叫做沙托 那么有记载说 李克用从小就骑色娴熟 十三岁的时候 和伙伴们玩 说是群鸟傲向于天空 他弯弓达箭 一箭射去 贯透双鸟 两只鸟就落下来 这说明他的射速之精 和臂力之强 到了十五岁的时候 随父从军 立友战功 当时十五岁的李克用 可以说是勇猛无敌 在战场上 人也快 剑也快 马也快 所以人们称之为 飞狐子 由于立了战功 唐朝也给他封赏 命他为云中崖将 那么一代名将 就由此而诞生 这个时候政治唐末的乱局 不但是各个节政 在闹独立 那么边境上的 这些少数民族的部落 尽管归属了唐朝 他也在闹独立 那么李克用 他和他的父亲 李卓 他们也开始闹独立 不但不听唐朝的调令 而且攻华周边的地区 所以唐朝一度 甚至几度派军 去进行讨伐 但是没有成功 后来来了皇朝 和王先知的这么一种起义 结果乱局就更乱 但是有意思的是 一边是加强了这个乱局 但是另外一方面 皇朝反倒是 引起了唐朝上上下下的 同仇敌改 结果在唐朝的号令之下 杰镇还有沙陀 统统加入到 皇朝的围攻之中 那么在围困皇朝的过程中 李克用更显示出 他凶悍的一面 所以在打皇朝的时候 李克用的沙陀兵 几乎是所向披命 皇朝的军队 承沙陀而射变 所有的重大战争 都是由沙陀作为主力 那么到了公元884年 皇朝的军队 在陈州被打散 带着一千来人逃亡 山东 李克用一面派人追赶 另外一面集结大部队 仗基本上打完了 于是来到了当时 汴州的所在地 开封 在开封近郊修整 当然也包含着 争夺战利品 那么这个时候的 开封首将是谁 正是皇朝手下的降将 叫做朱温 后来开创 后两两 那么朱温呢 正在汴州 也就要开封 由于李克用 多次帮他解围 所以派人非常客气地 把李克用请进开封 兄弟要痛言一场 李克用被请过来 安顿在开封城内 一个义 叫上元义 义战 那么 朱温 好酒 好肉 好菜 好生月 所以当时的记载是 生月 俱夹 菜肴 接近 那么 激进地主之义 这样一来 有意思了 兄弟两个 相交甚欢 酒一克多 话就多了 话一多 就容易 言多必实 主人越恭敬 贺人 就越张狂 李克用 和朱温 就谈起过去的历史 当然两个人历史 都有污点 但是李克用 却是点破了他 既 从唐朝 皇朝起军 然后又反叛了皇朝 这么一件事情 这个就有点过了 就犯忌讳 当然 也许还要说到 我是如何救你的 梅飞舍武地描述这一段故事 周温心里不痛快 但是表面上 没有表现出来 继续喝酒 结果李克用 结果李克用 进南 一醉 不醒 而随他进城的三百多个 沙陀 士兵和将领 也大多 接待醉意 所以当天晚上 在上原意 就安顿下来 这个时候 周温又表现 他的小人的一面 决定 把李克用 解决掉 所以第二天凌晨 陈卓李克用 和他的三百多 将士 都在沉睡之际 一边放火 烧一战 一边 发动攻击 那么李克用 这个时候 还在 昏睡 不醒 而三百多个 将士 也大多数 在沉睡 当然也有 有警惕的 他们有防备 一见到 开封的部队 在向他们 发动进攻 在放火 拼死地抵抗 但是 形势 非常的危急 源源不断的 周温的部队 杀向上元役 那么 在指挥 这场围攻的 周温 是非常得意的 李克用 插子蓝桃 那么李克用 被围住的 也是非常焦虑 这个时候 论你是飞虎 列蓝 飞出去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天有 不测风云 谁作几身霹雳 我们可以说 是狂风骤起 暴雨 倾盆 一阵大雨 把所有的火 所有的灯 全部浇灭 这就打乱了 周温的部署 黑洞洞 什么也看不到 于是李克用 只会突围 那么当然 在贴身护卫的 这种护卫之下 也一定有 对开封城内 他的交通 他的设施 比较熟悉 这样一种人带路 所以乘坐 闪电的余光 他们 躺过河流 跨过房屋 然后来到 开封的南城 那么在 南面的城墙上 最强而下 逃离了险境 在此后的 二十多年里头 李克用 一职 把朱温 既当成自己的尸体 又当成天下的仇体 那么 朱温在公元907年 代堂而立以后 李克用 发誓 要恢复大堂 要和朱温 决一死在 从此以后 李克用 以唐朝的 忠资的身份 自居 以恢复唐朝为号召 逐渐取得了 对朱温斗争的 这种道义上的 这么一种审理 百家讲坛的 微信互动平台上 有一位网友提出 在上元一盛宴之后 李克用 为何没有直接攻打朱温 而是撤回太原 那么毫无疑问 这是军事力量的不足 当然我们材料上记载 说他与一个 夫人叫刘氏 刘氏劝他 说顾全大局 于是撤回到太原 然后向朝廷去申诉 实际上是兵力的不足 我们从后来 朱温和李克用的针锋来看 李克用也常常处于下方 李克用凭借着所谓道义上的主动 组建了强大的军事集团 成为了雄聚一方的军事霸主 也成为了当时唯一能对朱温的后梁政权 产生真正威胁的武装力量 而接下来的历史发展 也正是围绕着朱温与李克用 这两大军事集团展开 朱温施杀唐昭宗的消息 传到太原时 李克用曾南向痛哭 发誓要诸兄讨逆 恢复唐朝 然而 让人感到十分意外的是 就在朱温称帝后的第二年的正月 李克用却突然抱病而亡 李克用临终的时候 他仍在军营中筹划着 攻打朱温的军事计划 眼见自己大陷将至 他立儿子李存旭为晋王 并取出三支剑 代表自己三个未了的心愿 他嘱咐李存旭 一定要不惜代价 完成自己的遗愿 那么 这三个心愿究竟是什么 李存旭又能否完成 这三件大事呢 虽然比朱温小四岁 但是他去世 比朱温反而早四年 大家说非常遗憾 但是没关系 老子死了有儿子 有记载说 李克用临死之前 拎出三支剑 交给他的继承人 他的儿子李存旭 这三支剑就是三个渔族 第一 第一 要夺了幽州 也就是夺了现在的北京 和河北的南部 这样才可以从北边 向朱温的开封 施加压力 第二 要出去契丹 那个时候契丹的主 叫耶律阿宝基 我们以后要说到他 说阿宝基曾经和我蒙事 要攻灭朱温 要恢复大唐 但是后来竟然被怨 你一定要打了他 第三支剑 灭了朱温 朱温不但和我有私仇 更有国仇 那就要说 李克用 有儿子了 什么叫做有儿子 能够继承父亲的仪式 那才是真儿子 这位叫李存旭的 在当年的五代 应该说也是一个奇葩 什么奇葩呢 虽然是沙陀 但是受汉文化的影响 它非常深 说从小首读春秋 什么叫做首读春秋 就是一边读春秋 一边抄写春秋 古人这叫首读 那么一边读一边抄 当然作为沙陀首领的儿子 后来自己也是沙陀 生活在现在的代北 那么从小也是公马行俗 不但公马贤俗 他还有一绝 什么绝呢 是艺术天才 对音律 对表演艺术 那时候不学自通 所以说他是一个奇葩 这个奇葩后来 继承了父亲的遗志 没有让父亲失望 三个愿望都达到了 第一把幽州夺取 第二打败了契丹 第三灭了朱温的大梁 也就是后梁 并且把都城 由开封搬到洛阳 表示恢复了大唐 因此他这个国号 也就叫大唐 当然谁也不会认为 这是唐朝的复兴 尽管皇帝也姓李 但叫李承煦 是一个被赐以国姓的 一个宗资 那么人们把这个李承煦 所创建的这个 定都在洛阳的朝代 称之为后唐 这就是五代的第二代 非常遗憾 遗憾什么呢 李承煦开创了这个后唐 他自己说成的大唐以后 并没有进行 一种必要的转型 他自己没有由一个 战场上的军事党帅 转变为一个 政治上的领袖 恰的相反 他认为他超恶 完成了父亲给他的使命 他看不到前途了 政治上到底在干什么 他不知道 于是他发挥了 他另外一个方面的特长 什么特长 艺术家的特长 所以人们发现 从此以后 李承煦变了一个人 刺擦江场的 这种伟大的统帅不见了 一天到晚干什么 图子莫粉 一天到晚 弄手招之 一天到晚 一群艺术家围着他身边 当时叫林人 这样一来 皇帝不管事 皇帝爱好艺术 身边的这一伙艺术家 就把这个国家搞得一塌糊涂 最后发生动荡 李承煦 竟然死于动荡之传 公元926年 就在李承煦 灭亡后梁之后不到三年 邻官出身的 亲军将领郭从谦 突然发动叛乱 率部攻打城门 李承煦亲率军队出击 然而 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统帅 却已经重判亲离 孤立无援 他独自拼杀 却最终被流史射中 命丧皇权 李承煦编戏演戏都是高手 直到今天 仍被许多戏班奉为戏曲之组 然而在戏外的真实世界 他却用自己的生命 编写了一场古今罕见的悲喜剧 李承煦死后 后堂虽然一度出现过短暂的兴旺 但却始终无法建立完善的制度 最终被另一个政权后进所取代 那么后代史学家 对于李承煦是如何评价的 在李承煦的身后 中原大帝还将面临怎样的变局呢 对于这件事 欧阳修做新武代史 觉得非常的遗憾 觉得按照后堂的这种趋势 中原本来应该趋于稳定 但是没有稳定 什么原因 李承煦的原因 于是发表了一段感叹 我们看看 这是说李承煦啊 长居于夫威 而志勇多困于所令 许多灵人也在 为此 欧阳修在新武代史里头 专列一个传 叫灵官传 但是列这个灵官传 既是警告天下的君主 以李承煦作为前车之鉴 但是又不仅仅是说灵人 他实际上也是警告天下为君者 不要玩无上志 不要因为自己的喜好 而耽误了国家的大事 更不能因为自己的喜好 而亲信自己的同道 虽然在李承煦死了以后 他的一个崇兄 也是他父亲李克用的一个养子 叫李四元 后来做了后唐的皇帝 被称为民宗 经过治理 有过一度的振兴的表现 但是随后 又陷于一种内乱之中 直到后唐的秘朗 那么由于后唐的 这种一而再 再而三的这种动荡 所以最后 被石敬唐的后径所取代 那么说到石敬唐 我们大家都熟悉了 学过中学历史教材的都知道 有一个烟云十六周的事情 有一个儿皇帝的事情 这个儿皇帝就是石敬唐 但是我们这里必须要说 曾经的石敬唐 和曾经的李承煦 实际上有些相似 第一 办事极其的沉稳 第二 着战非常的勇猛 那么石敬唐后来 就在李承煦的丛兄 李四元的帐下 建功李彦 成为李四元手下 第一元大将 李四元对他 也非常的欣赏 把女儿嫁给他 可以说在李承煦死了以后 李四元在位期间 石敬唐 是当时后唐的 最重要的将相 而且拘手靖阳 但是李四元死了以后 他的后继者 对石敬唐产生了猜忌 并且在公元九百三十六年 派兵攻打靖阳 这个时候的石敬唐 兵力不够 怎么办 危机之下 病急乱投医 当然这个医也不能说是乱投 关键是 他给这个医 许下了太多的许乱 那么向谁求救 向契丹求救 石敬唐向契丹 称子称臣 什么叫做称子称臣 第一 我作为契丹的附属国 不管是现在的进 还是以后取代后唐的进 都是契丹的附属国 那么契丹是宗祖国 这是称臣 称子 契丹是富国 我是子国 您是父亲 石敬唐是儿子 当时石敬唐多大岁数 45岁 耶利德光多大岁数 35岁 所以我们后来的历史学家 说这是奇识大陆 45岁的石敬唐 称35岁的耶利德光 为父 所以儿皇帝之称 由此而来 这是第一个后报 第二 阁浪 我们现在烟山覆盖下的南北 太行上北段的东西 包括我们现在的北京市 天津市 和河北的中部北部 山西的北部 当时有十六个州 由于现在的北京 当时称幽州 又称燕州 而现在的大同 又称云州 以这两个为首 合称为燕云十六州 把这十六州 割给其代 那么这就是称子称臣 而且割浪燕云十六州 我们一个切割图 燕云十六州的切割图 这个幽 实际上又可以叫燕 那个云 就是我们现在的大同 燕云十六州 那么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照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切图 没有把周边的 这个地名列出来 是一个孤立地图 那么它的南边 就是现在的河北南部 那么中间这一块 是河北和山西的结合部 北边是内蒙 和现在河北的一些地区 我们可以认为 石敬堂这样做 他也是被逼无奈 但是太过 当时就有人提出过 这个提出过的人是谁 提出过的人 叫刘之源 那么这一位也是沙托人 他当时是石敬堂的清军指挥 他向石敬堂敬言 说了一段话 我们看一看 他说称臣是可以的 这只形式所迫 所迫 没有办法 以护士之 这太过 这个就不应该了 救人的是 后以金箔入职 自足自其兵 你只要厚持它 给足银子 给足金箔 那么契丹 是会出别 不必须于土田 他特别指出 你须于田土 须于土田 隔浪燕云十六州 恐一日大为中国之快 匪之无极 应该说刘之源 是真正的由远见着实 这个燕云十六州的一阁浪 大大的改变了以后 一千年中国的政治格局 至少是辽宋金元时期的政治格局 对后来中原地区的发展 和中国的发展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那么契丹 大兵南下 后堂立即瓦解 石敬堂在契丹的支持之下 建了他这个政权 叫做大晋 我们历史上把它称之为后晋 都城千回到开封 百家讲坛的微信互动平台上 有一位网友提出 石敬堂本是李四元的女婿 可为何后堂还要追杀她 石敬堂实际上是非常得到重用的 但是还一个得到重用 叫李冲克 那么这两位 可以说是南堂民中手下 第一 两个非常重要的将领 那么后来李四元死了以后 他的儿子即位 那么为了加强他自己的统治 在轻信的这种唆使之下 想铲除这些重要的将领 那结果李冲克反倒打到洛阳来 把他的统治推翻 自己做皇帝 自己做皇帝就对石敬堂 进行一系列的这种追杀 或者是我们说迫害 也就造成了石敬堂最后呼吸 用燕云十六州来换得契丹的南下 然后打下洛阳建立他的后进 在契丹的帮助下 石敬堂迅速地建立了 五代时期的第三个中原政权 后进 石敬堂虽然做了皇帝 但是对于契丹 他却只能谨小慎微 卑躬屈膝 继续以儿皇帝侍奉契丹 在称帝七年之后 五十一岁的石敬堂在忧愤中死去 石敬堂死后 他的继承人后进少帝石崇贵 不肯向契丹称臣 他试图冒死一变 想从契丹人手中夺回燕云十六州 彻底改变被动局面 然而 此时的形势已经难以逆转 在契丹大军的三次南下打击之下 后进灭亡 那么在这之后 中原大地又将油水主宰 契丹南下 后进覆灭的结果 又会让本意动荡的社会 出现怎样的变局呢 请继续收看 国史通鉴隋唐五代篇 五代群雄 石敬堂死了以后 契丹大举南下 在947年攻占了开放 那么后进 就陈也是契丹 王也是契丹 但是由于贪欲过度 辽兵在河北一带 在河南一带 烧杀抢掠 用他们的话来说 是打炒谷 那么耶利德光染病死去 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改国号 不叫契丹了 叫辽了 辽兵也无法待下去 撤兵撤住中原 那么刘之远建立了政权 这个政权就是后汉 五代的第四个 但是存在时间极短 刘之远去世 去世以后他的一个儿子 叫刘成佑继位 那么五代经常发生的事 在这里重新发生 刘成佑继位以后 就非常希望夺取 跟着他父亲开创厚瀚的 这些员工输将的兵权 以自己的新臣代替 父亲的老臣 这个事情在五代 是不断出现的 几乎每一代都有这个情况 到公元九百五十年 年底 这位刘成佑啊 先是把这开封的旧城 统统杀掉 然后派人带着密造 前往天雄军 去杀天雄军的节度使 叫什么名字 叫郭威 郭威在刘之远创建 厚瀚的时候 立了巨大的功劳 那么被封为天雄军节度使 并且兼作疏密使 控制河北整个军务 权力非常之大 那么被刘成佑派去要杀 郭威的这个使者 瞻前顾后 左思右想 经过盘算 不但没有杀郭威 而且把刘成佑的这个密造 送到郭威的面前 郭威早就知道 刘成佑在开封杀人 正在琢磨该怎么办 见到这个密造 下决心了 结果郭威把将领民召集起来 宣读密造 当然有记载说 郭威玩了一个小小的把戏 怎么晓谁的把戏 把 刘成佑密造 杀他的密造 杀主要将领的密造 说是让他杀所有的将士 结果群情集困 郭威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然后带着他的天雄军 这是当时最精锐的一支部队 浩浩荡荡 向开封进发 结果刘成佑在开封 拼说郭威 进南带兵南下 他也派出军队出去抵抗 自己出城 亲自观战 这个时候刘成佑多大水数 二十岁 那么结果出城的部队 一出击溃 刘成佑 也死在乱军之中 那郭威带着主要将领 进入开封 面见李太后 就是刘成佑的母亲 刘之远的皇后 那么郭威和李太后商议 商议善后事宜 怎么办 打算盈利刘之远的一个侄子 当时被封为湘英公的刘云 请他来继承皇位 事情刚刚上议 紧急军报 来了紧急的这个编报 说什么呢 说契丹再一次南下 于是朝廷一片恐慌 因为前几年契丹就已经打下开封了 怎么办 郭威自告奋勇 地狱期待 结果带兵出城 带兵北上 那么郭威带着部队 北上 到了华州 就是我们现在 黄河南岸 荷兰的华县 到这里修整 结果 准备要引力他为皇帝 还没有做皇帝的流云 积不可赖 到前线去耗军 耗劳将士 结果没人理他 什么原因 第一 不待见他 此人什么人 第二 叫他做皇帝 他做皇帝以后 比流程又好到哪里去 将你们 绝对 涌向国威驻扎的一个驿站 当时的记车 当时的记车是 卢墙而进 我们想一想 卢墙而进 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观 浩浩荡荡的队伍 来到郭威 居住的一站 夫号 敲门 郭威 不开门 结果有将士 翻过围墙 攀过房屋 直接去见郭威 更有人 把这个驿站的皇旗 部队的皇旗 把他撕下来 就披在郭威的身上 作为皇帝的者袍 并且三夫万岁 欢呼之声 震天动地 郭威无奈 接受了大家的请求 准备做皇帝了 于是郭威进入道开封 创建了五代的第五代 国号大咒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后咒 这个事情不要紧 五代的最后一代 后咒一出来 国威一成帝 并且代出了 我们将要说到的 五代的第一 习篮子 所以 我们下一集再说 谢谢